作为央视的主持人,各个都是那么的优秀,如今深受大家喜爱的董卿,气质出众,知性得体,算得上时间是意见了。 不过,早前,也有不少的优秀的前辈,宛童进入央视的时间早一些,虽民起不如董卿的高,但论起气度才华是不属于董卿,宛童曾与王妃的中学的时候是同学,两位启致出众的女生,走上了不同的道路,一位成为了天后,一位成为了才华横移的央视主持人,凭借着注色的颜值,曾被虚恨选中, 与与丫腾合作了一部艺术片,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,进入北京电视台,宛童出色的能力受到了赏识,没几年就被调入央视,央视的不少节目都有他主持,心灵俱乐部,欢乐英雄各种大型的演出,他都曾主持过,宛童清新淡然的主持风格,比有一般风味,为人低调的宛童却因为婚姻问题,身受困扰, 曾有传言着,宛童与韩红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,这样的消息一一传开,让不少人都感到震惊,其实这都是谣传,根本就没有这回事,而且这么多年来都是为了孩子才没有结婚,宛童虽早已结婚,但对象绝不是韩红,两人只是好友关系, 其实作为央视的主持人,在感情方面一直都非常的低调,拍下的生活很少曝光,本就低调的宛童,婚姻生活自然没有曝光,其实他早就结婚,2012年在美国结婚,和丈夫的婚后生活是非常的恩爱,还有了一个儿子,最后这位神秘的丈夫, 终于是被晒了出来,怀孕时的管童也非常的美,粉丝曾为了辟谣,还将管童当初怀孕,时候的照片晒了出来,管童即使是有了家庭,也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并没有因此而贴待,工作和家庭他都顾及得非常好,愿他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。 好,愿他在美国结婚,时的优优优独播剧场,并没有因此而言,